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个人的重担要富相淡淡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求你给我们有一颗圈碑和受教的心 愿真理的圣灵亲自的来教导 引导我们 让我们在这一刻里面 如何建立一个合意的团队 从一个问责职的角度 让我们能够更有美好的今晚的恩高 有牟利和能力的灵来完成神 神你在我们生命中所托给我们的使命 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 报归名 祈求 Amen 感谢主我们在这一刻 我们36课里面 我们今天来到25课 团队中的问责职 我们在过去花了很多时间 在这个L方面 Lack of Commitment 就是缺乏尾声这一方面 因为其实在团队里面 尾声的合意 尾声呢 是整个的合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你发现其他的都可能跟尾声有秘密关联的 现在我们从这个Afly 就五个造成团队功能失调的五大因素里面 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第四个因素 就是Avoidance of Responsibility 就是逃避责任 换句话说 团队的第四个功能的战败 就是逃避责任 在企业界里面呢 可能你们有见过一本书 是英文的 是Patrick Leuchini写的一本书 他说 The Advantage Why Organizational Health Trumps Everything Else in Business 换句话说呢 为什么一个组织里面的健康 是在当中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团队里面的一个优势 或者是一个组织里面的一个优势 他在那本书里面有提到 他说冲突呢 就是和问题跟想法是有关的 所以当我们跟在团队里面的冲突 是一个可能一些面对一些的问题 和这些想法有关的 可是呢 问责制度呢 是确实跟整个的团队里面的表现 和他团队里面的行为 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因此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三角形中的 三角形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这个 问责制度值里面 我想从这个框架的framework 这个问责制度框架里面 角色的定位 解消考核 跟福利关怀 这三方面呢 来看这个问责制度的框架 我们在这里说 从人呢 是从老亚当的罪性 我们都喜欢推卸责任 来逃避责任 换句话 这是人的本性 也造成一个团队不能合一的 一个原因呢 也就是人的罪所造成的 那个时候 当人吃了这个神 叫他不可吃的 分别三个果子里后 又和话说 谁告诉你们吃神露体呢 莫非是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果子呢 亚当就说 你吃给我的 那我同居的女人呢 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 我就吃了 换句话说呢 他虽然是头啊 是男人 这是人类的头啊 女人是从他身上拿出来 他就把这个责任推给他女人了 他说你 啊 他没事的时候 哎 是我肉宫 肉中的肉 骨中的骨 可是呢 一出事的时候 哎 都是女人 惹得火 那耶和华就对女人说 你做了什么事呢 那女人呢 有没有说 哎呀 是我的问题 没有 他说 那个蛇引诱我 换句话 又把这个问题 怪到这个蛇的身上 把它吃了 所以你发觉 人呢 自从我们老祖宗犯罪了以后呢 人是很希望 一种罪性里面就是推卸着人 什么问题 不关己 好的事情 朗在自己身上 可是不好的事情 都推到别人的身上 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 我们要记得 我们一活过来的那一刻 我们就已经有责任了 换句话说呢 我们有责任 在这个神国的福音里面 我们传福音 其实没有什么好可夸的 叫保罗所讲的 我们是不得意的 换句话说呢 保罗说 我若甘心传福音呢 我就有赏识 可是如果不甘心 其实责任已经交付给你 你是上帝的儿女 你的责任就是传福音 换句话说呢 我们要记得 一个真正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信任 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特别是领袖 所以团员都必须要按照自己的角色 有效的来发挥这些的功能 并且呢 彼此负向的负责 我们讲accountability 问责制度 就是彼此负责的意思 accountable 彼此负责 来达到一个团队的目标 所以我们在一个团队里面呢 这个accountability的framework 换句话 这个问责制的框架 是很重要的 一个团队要达到目标 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按照自己 神给我们在这个团队里面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要有很有效的来发挥这些的功能 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的位置跟我们不是一个孤岛 我们是在一个关系性的一个团队里面 我们都要彼此来负责 因为任何组织若仅仅靠那一些有才干的人 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你要记得 在团队里面虽然有5000 有3000 有2000 有1000的 可是究竟有5000的人是很少的 如果你完全只靠5000的话 那整个团队不是倒下来的 其实整个团队里面 更多的是那1000的 所以呢 我们要记得 团队一定要发挥出来 所以保罗就讲说 我们不要 我们要看得和服中道 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 或是看得大一体 我们按照神分给我们的信心的大小 可能给我1000 25000 不要紧 重点是什么呢 1000你要赚1000 25000就 所以不要太羡慕那些太有能力的人 太有能力的人 他要 神对他的要求是大的 换句话 上帝是公平的 所以呢 我们 换句话 少有恩赐的人 也感恩 也不要自卑 有恩赐的人 也不要骄傲 这些是上帝给你的 上帝对你的要求 更高 所以呢 我们要记得 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 有时很多的肢体 这个肢体都不有一样的用处 不时都是有5000的 可能5000的比较少的 其实还有很多 2000和1000的 所以我们这许多人 在基督里 我们成为一生的时候呢 我们是彼此联络 做肢体的 这个联络 肢体是很重要 所以呢 我们按照 不同的恩赐呢 说议员的 就当用信心的程度 说议员 做知识的 就专意的知识 做教导的 就要专意教导 或者签化的 就要单一签化 施舍 就要诚实 殷勤 那些直理的 就要殷勤 怜悯人的 就要甘心 你发现 每一个件事情 他们的责任是什么 怜悯人 他的责任是甘心 专 那个施舍 他的责任是要诚实 直理的 他的责任是要殷勤 所以你发现 每一个人 换句话说呢 我们在一个组织里面呢 必须要拟出一个 很清晰的 问责制度来 这个制度里面 可以 把这个 换句话 这个准则 criteria 角色 就是我们所办 我们办一个role 然后 然后我们的reward 就是奖励的一个政策 这些都是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这个 制度的框架 换句话说呢 标准 评估的标准呢 我们怎么来去 这个问责制度 就是要评估了 评估我们大家 团队里面 我们多负责 在神给你的里面 发挥出来 评估标准呢 换句话 我们中文的 像我们来看呢 就是绩效考核 就是绩效的标准 那些的绩效的标准是什么呢 透过分析工作 和成果 确定有助于整体的 整个团队的特定的特征 来制定这些标准 而这些就是判断 我们每一个团队里面的工作的标准 而角色跟责任呢 方向是常连在 可是角色不是责任 责任不是角色 可是呢 这个角色跟责任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 把团员呢 把他们放在对的位置上 叫他改善了 整个组织 成员里面的团队 之间的协作 我们都是彼此配搭的 建立一个有能力 高效 有效的一个团队 可是在这个指数里面呢 我们也需要一些奖励的指数 或是奖励 或是一些的表战的政策 这个是一个很长的话题 可是这个是重要的 因为这个是主要呢 是让这个团队能够吸引 而且保留这些对的人才 这是从一个商业的角度来说 可是从一个事故的角度来说呢 换句话说呢 你要吸引同样有这样的呼召的人 换句话说呢 你为了吸引 记得这个领导力是吸引人 不是控制人 你吸引和留住这些团员 重要的是 让认识到这个团员里面 在这个工作里面的这个绩效 态度和成就方面 所做的努力 所以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当我们在车祸之间 我把这些事交给耶和华的时候 依靠他 他一定成就的 他一定会 就是诗篇37篇6节说 他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 使你的公平名如真 换句话说呢 你开始可能呢 不是很清楚啊 这个人应该做什么 可是你发现 当我们把 我们讲这个其实就跟维生有关系 你把那里会生一生的时候呢 你依靠他的时候 他一定会使你的判断是越来越清楚的 换句话说呢 真人给我们的智慧也是这样 我们要详细知道羊群的情况 流星的料理 我们的牛群 换句话说 这是需要打造 需要经营的 我们要知道上帝是公平的 所以呢 我们在讲这个奖励的制度里面 神给谁多就想谁多要 多拖谁就多想谁多去 所以呢 在这个奖励的政策里面 我们也有一个叫做 换句话说呢 你不能够让那些 你发现在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组织里面 一个困难就是 哎呀我们都讲爱了 其实我们就不讲这个制度里面的 这个怎么去上帝怎么管教人 其实圣经西伯来书给我们讲说 神所爱的他一定管教的 所以在这个制度里面 我们应该警惕那些恶人 或者那些不教理的人 他人如果他 你让他转型的话呢 他转离他恶行 他才不会死在他的罪 所以换句话 你也救了他 所以义人和实力 义和犯罪 这是神所实验的 所以我们要警戒 警戒很重要 所以在这个制度里面 这个框架里面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我们叫做Carrot and Stick 就是Carrot 就是奖赏 Stick就是这个惩罚 这两方面呢 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平衡 所以领袖的责任呢 要记得 在这个制度里面 我们是去发掘 发展 发挥团队 那些很丰富的资源的宝库 一个组织里面 我们最宝贵的资源库呢 其实就是团队 所以团队建立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透过不断的 这些发掘 发展团队成员的能力 把这些凡夫 俗子 就是那些很平坦的 Turn extraordinary people to become extraordinary 换句话 从一个凡夫俗子的 变成一个 非凡出世的团业 这是一个领袖的工作 这是组织的一个很大的考验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去发掘 发展他们呢 他们永远都是中庸的 所以你发现 大卫旁边的这些的 五百个战士 我们都可以说是破铜烂铁的 可是他很看重他们 栽培他们 所以领袖的角色 就是按照成员所受的招 呼召 安置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的时候呢 他们就能够来发挥出来 而使一个平凡的人 为神做出一个不平凡 无一大的事物 所以我们要向神求大事 做大事 所以你发现在整个的 整个圣经里面 讲到领导的时候 领袖呢 就像那些被呼召做打扰的 怎么讲的时候 你要勿养勿养在你们中间 神的养群 按照神的旨意 不是你的意思 神的旨意 照管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 不是做人很不甘愿 而是很甘心的 也不是出于贪财 乃是乐意的 换句话 也不是下职 你说着 从来神没有叫我们是下职 另外一个人 或是白弄一个人 而是我们做一些领袖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群羊的榜羊 一个好领袖 他就是个榜羊 所以榜羊很重要 我们个人要造作所得的恩赐 彼此的服事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所以要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 我们凡事都要因耶稣基督的荣耀 他的名得到荣耀是最近的事情 所以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到七节怎么说 那吩咐从光从黑暗里造出来的神 他已经造在我们的心里 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 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宝贝 就是基督 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 要显明这么大的能力来 是出于上帝的 不是出于神 换句话说 这些都是恩典 这些都是因为神这个宝贝 在我们的整个团队里面 你想这个每个宝贝 在他们这个每个瓦器里面 就发挥出来 你想这个团队有何等惊人的难力 所以团队的作业是有赖于一个领袖 收到一个诚实的一个反馈的意见 你发现 当一个领袖到一个地步 他再也不能够听到 他团队给他一个真诚的劝导的时候 那就是那个领袖的末日 一个人最怕的 就是来到地位 旁边人不敢跟你用爱心 说真实话 所以每一个人 特别是领袖 我们都需要向其他人来负责 要追求这个作业 而在 为什么我们等一下会谈这个 360度的评估系统 等一下在军晚的这个方面会谈 我们因为领袖能够听到 他所带领人诚实的反馈的意见 很多组织的失败 是因为顽固不灵的领袖 他们很顽固 他们行事狂妄 就算走错了路 也没有人可向他敬言 他根本听不见诚实好的话 所以呢 我们要保罗刚才 我们说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说 我们彼此单单 个人的重担呢 我们彼此单单的时候呢 就是说 我们就完成这个律法 因为如果你发现你的领袖 现在最终的时候 你这些属灵的人 你都不把他用温柔的心 把他还回来的话 那 整个团队就有祸了 所以真言给我们的智慧 我们真的要把它印在我们的心板上 真言书12章15节说 他说一万人所行的 在自己的眼中是看为真的 为智慧人 肯听人的劝脚 19章20节 你要听劝脚 受训惠 使你终究得智慧 真言书15章21节也说 无知的人与余望为了 聪明的人按政治而行 所以我们要千万要记得 我们做领袖的 带领人去打仗的 如果这个领袖没有听到对的声音 你想这个团队就是他的末日了 整个团队领袖要做很多的决定 他把我们带到水沟里面去 带到圣烟里面去 把我们带到地域里面去 所以呢 一个领袖一定要谦别下来 一定要兴起周围中心 肯讲真话的谋事 因为不先三亿 所谋的是无效的 谋事众多 所谋的才会成 所以呢 因此我们再试试 这个360度的评估是重要的 这边我放了三点 这是一个框架来的 我们当然在这个市场上 很多这方面的工具 你发现360度的绩效评估 政策是非常复杂 而且是蛮难试试的 所以有些团队没有试试的时候呢 我们就很难听到整个团队的声音 有人会问 这个组织里面应该在个 为什么要投资这么在这个360度的评估上呢 其实360度的绩效评估呢 方法是为团队绩效提供的一个整体的方案 它包括了非常重要的因素 比如说我们彼此团联之间的协作 团队合作和领导力的能力 所以这整个的360度的绩效评估的系统呢 在开发这个计划的时候呢 它有效的提高整个团队的整体的绩效功能 和组织的生产力 换句话使它变成一个highly product高层的 所以为了执行这个360度的评估呢 我们必须要遵循不同的步骤 我们这边有列了一些不同的阶段和步骤 可是在开始这个四个阶段之前呢 我们这个要记得 我们比如说一个组织通常是会在七到十个人 给一个团员的绩效反馈 这些人跟团员一起工作 他们共享一个工作的环境 跟着团员的能力及反馈的形式呢 收集了这些从七到十个人来反馈 那团员本人呢 也将在自己的评估的协作下参与这个评估 所以这个系统里面你发现 我们可以把它是一个一种借助创造性的 就是creative 很有创意的反馈的表 要设计那个表很重要 这个表不容易 就是要很有creative的 来增进对团员的优点的理解的方法 所以突然呢 在这种的360度的系统之下 在60度的评估系统里面 我们通常会把它所分成四个阶段 首先呢 就是那个团员自我的评估 自己的 这是第一程度 然后呢 就他的上级 他的上师给他的评估 然后呢 下级 他所服侍 他的那些在他下级的人给他的评估 然后最后呢 就是他的同级的人 就是他pears 所以这个你发现 就上下自己 然后旁边 就这个360度 这个话题是这么来的 换句话说呢 你发现这种的评估法呢 会真的让整个企业里面 一个公正很重要 你发现 你诗诗篇常常告诉我们说 神以他的公益 公益公平的 立他的根基的 所以这根基一定要很重要 然后一个这样呢 我们也可以打造一个透明 值得信赖的一个组织文化 就不许很多那些 politics 那些政治的因素 就不会跑进来 然后呢 我们也塑造一个国度领导力的形象 一个国度领导力是怎样的 所以这样整钱的评估呢 包括了 当然也包括评格 因为很多时候 在市场上呢 都是评估你的技能 你的competence 很多时候 他连你的calling 你的护照都没有评估 然后还有你的那个 character也没有评估 就是你的评格 其实360度 从我的角度来讲 其实这三方面 我们也必须要有 因为一个人的态度 他不只是要有工作 这个能力 他还有他的态度是对的 他的品格是重要的 换句话 这是一种在一个团员里面 在团队里面 在合作 或是他在领导方面呢 互动人际关系里面的沟通 他的贡献 他的管理 他的责任心 他工作的习惯 他的愿景等等 这些都是一个团员里面的一个事迹的绩效的平衡的方法 所以这些绩效方面 我们就能够更了解这个人本身 而不只是在他的工作的岗位上而已 因为一般上360度 就是在讲他的工作 然后所以呢 这个是在推动什么 推动我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基督的身体 最要请一个 我们讲了很多次的 在这个团队的建立 能够用爱心所成事化是重要的 因为只有爱心所成事化 才能够凡事斩尽 联谊 严守基督 那是一幅手术四章十五结束 那一幅手术四章十五结束 全身呢 就靠着基督呢 我们能够联络的和事 百结各案各自的 造作个体的功用 彼此的相处 便将这个身体慢慢的增长 在爱中能够来建立自己的 所以呢 我们看这个问者 问者架构的抢换架了 你发现问者制度 也是跟爱跟关怀 团队的健康和福利是相关的 换句话说呢 你发现刚才我们所讲的 360度的这个 这个评估 这个可以帮助我们 也能够给整个团队里面 是一个很公平的对待 换句话说呢 我们的奖励 也不会说 因做人的问题 而会偏单任何人 因为我们有个很清晰的制度 所以罗马书在讲到这个 顺服前禀的时候呢 罗马书 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 从七节级那一段经文里面呢 他就有讲到 从这个顺服掌权的时候呢 他有讲到这个 这个国度里面的 即是在凡一个国度里面的权柄里面 他说 他说凡人所当得的 就给他 当得良的 给他拿了 当得税的 给他上税 当惧怕的 惧怕他 当恭敬他的 就是要恭敬他 换句话说 凡事都不可亏欠 唯有彼此相爱 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就完全的律法 所以呢 他说 向那不可建议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贪婪 或是别的决命 其实都包括在这个爱人如极 这一句话 所以爱是不加害人的 所以爱就完全的这个立法 所以你发觉 在一个文字架头里面 他后面的权柄是爱 换句话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得的给他 换句话是公平的 当得税的给他上税 应得的 换句话说 在这个文字制度里面 我们可以带来一个团队的 一个整个的福利 所以 借着这样呢 我们能够彼此来 单单个人的重担 使到凡事 都没有亏欠 我们的团业 所以呢 这个文字架枝 是重要的 需要智慧 需要努力 在建造的过程 也不容易 你发现保罗 我在教大太书第六章 前面五节的经文里面 他平衡了 一个肢体的 这个团队里面的生活 然后 我们个人 要负责任 他说 弟兄们 若有人 被偶然 被过犯受散 我们这些属灵的人 要用 当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来 换句话说 你看到一个弟兄 跌倒了 你不要有爱 不要紧 我们 怕他 恨我们 所以 你看到他犯罪了 可是呢 我们都没有用 爱心 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来的时候 我们也是有罪的 所以呢 我们在挽回他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小心 恐怕我们自己也被淫有了 所以这边 保罗在讲什么 意思是 我们个人的重担 我们彼此要淡淡 这是从一个团队的教育 因为在团队里面 我们彼此的负责 这样我们就完全的 基督力 然后保罗说 人若无有 自己还以为有 那就是自取的 个人应当 检查 自己的行为 这样他所夸的 就夸在自己 不在别人的 因为个人 必单单自己的单子 你发现 这边 保罗又从一个团队 团体里面 看到一个个人里面 我们个人里面 我们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 我们要操练成一个负责任的人 然后最好 我们在组织内 的健康的关系 会使到整个团队呢 更加为生意团队的贺益 其实这是一个 每一个组织里面的优势 也就是其实 刚才我在我们上一 在国度观那一课里面 我也谈到这段的经文 其实就是讲到这个 怎么我们爱仇敌方面 其实他其实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九节 他讲说爱人不可虚假 恶要厌恶 善要清静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恭敬人彼此推然 殷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 常常的 侍奉住 你发觉在这种 健康组织里面的 关系里面的 他们会遇到问题的 可是他们问题会成为他的 成长 在指望中 要息的 在患难中 要忍耐 祷告 要恒去 所以 圣徒当中 有缺乏的 要帮补 可要一味款待 所以逼不你们了 给他祝福 只要祝福 不要咒诅 以喜乐的人同仁 以哀哭的人一同哭 要逼此同心 不要志气高大 反而服服那些卑微的人 换句话说 不要自由聪明 不要以恶包恶 众人有意美的事 我们要留心的去做 若是可行 总要尽力 与众人合谋 所以呢 要记得 听评作诺 不要为自己声言 宁可账簿 听领主 因为主一定会声言的 所以 我们 在这样的一个团队里面 你发现 是一个很健康的关系 大家能够维生 在一个合一套团队里面 这是一个团队里 特别的 advantage 优势 所以感谢主 我希望 我们 聚集的团队 能按照神的心意 不断的迈进 在基督里面的承受 对长大成人 满有长成 基督的神量 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 天父我们 谢谢你 谢谢你 你保守我们 让我们不要置一回事 我们就是在墙 我们都不要独自飞翔 给我们看见 主啊 你的心意 是建造基督的身体 让这个身体更荣耀 让这个身体不断的来长大 主啊 让我们真的是 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你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长成基督的神量 你祝福 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在这个肢体里面 在这个身体里面 得到神的一切 在基督里面的丰盛 因为你要记得教会 是一切自正掌权的 现今得知 神百般的智慧 你祝福 每一个听见神的道 有其遵心的人 奉祝耶稣 宝贵名祈求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